大家好 欢迎来到书画大观园 今天给大家介绍 元代王蒙的观山萧寺图轴 卷本设色 纵161.7厘米 横56厘米 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蒙 元莫明初画家 自书名 浩黄鹤山桥 湘光居士 无星金浙江湖州人 山水受赵孟府影响 施法王为 董元 俱然而自成面貌 画法善变而多巧妙 喜画崇山赋岭之繁景 常用解锁村和牛毛村 干施护用 即绣润清新于厚重魂墓之中 台典多焦墨可比 顺势而下 所写山林树木 仓域茂密而具有浑远的空间感 山水之外 监工人物 墨竹 并善行凯 与皇宫望 吴镇 尼赞 何称 元四家 此图延续了王蒙写景稠密的特色 布局崇山覆水 但层次有序 树木穿插其中 以红叶点缀 画面活泼自然 寺庙 掩映在山腰林木中 红墙黑瓦 大气辉煌 技法上 画家已解锁村和可墨台点 景虽密但不显繁杂 表现出 林鸾玉帽苍茫的气氛 近景处 山石纹里刻画精细 给人一种如在眼前的触摸感 这幅画就介绍到这里 请欣赏完整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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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